M03第二章 而且的且 这个部分记得 这是有长痕 大概都会从4号写到16号 好,第一个字 好,第一个字的位置坐标 第一笔,七笔点 好,因为这个最高不会写超过15 所以这边呢,大概是 14了,好,我们先来看几 12345到这边是5 到这边是10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 6、7、8、9 他大概是8的位置 好,我们仔细看一下 大概是7.8 以这里来算 7.8 那我们,你大概老师的建议就是 真的要写多少 8 不然等一下智慧很胖 那老师虽然讲8 但是年纪小的 我们从前面教简单的 都有讲说要对哪里 比如说 写在10 然后25 两个铅笔心 一个铅笔心 两个铅笔心 小朋友就做不到 奇怪 等一下写的时候 老师再特别强调一次 就是重点 所以老师今天有发那个金钥匙 我们那个群组家长都说 有差呢 有得金钥匙 没得金钥匙 小朋友 有一个小朋友最好笑 他本来在睡觉 然后他妈妈也有写 写硬笔书吧 他刚好传给我 有一个字很漂亮 我就传一个金钥匙给妈妈 结果妈妈跟小朋友讲 小朋友已经在睡觉 马上爬起来 写了四个字 我是觉得很夸张 然后还有双胞胎兄弟的 昨天有一个哥哥 双胞胎的哥哥 因为好像几乎都差一点 没得到金钥匙 就在那边哭 说心情不好 哇 今天就很开心了 差很多 昨天的金钥匙 就是照片传在网路上 那今天开始的金钥匙 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实际发那个金钥匙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 8号几楼 14楼 写到 这个就重要了 很多小朋友会写不好 比如说有木字旁 相机的像 木字旁 然后要写到多少 都没概念 不是写过长或过短 好那这个是笔画少的哦 我们来看定义它 它会到几楼 0 123至5 这里是5楼 这边都是5楼 6 7 大概会到7楼 你就记住哦 老师都会跟小朋友讲 我们写写写 写字写到中间之后 就要准备刹车要停了 那但是你脑中要有中心点中间啊 所以这边大概是 因为前面已经讲8号了 所以大概是8号 7楼 所以写的时候 好没关系 这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写的时候再说 好 好 这边第二笔 就这里画起来 刚好对起这里 转折点呢 因为这是对称的字 所以这边如果是8 这边大概是12 12号 那几楼呢 斜上来 刚好斜到几楼 转折点 好 收笔点呢 这个要对谁 不用写坐标 就是对这里了 两个叉都其实是一样 你就画一条线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写下来 就是写直线 写多高 跟它一样高就好了 就不管它是几号了 好 所以这笔很简单 这个到底要写在哪里 一样 先找出中间 这一条线的中间 在这里 好 大概是往上 一个半的铅笔心 一个半就是1.5的铅笔心 然后往下大概也是1.5的铅笔心 然后我们来算算看 三 对 大概是三个铅笔心 所以它就会平均了 好 像月亮的月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上次算的时候 是不平均的 那像这个是平均的 好 我能写一下 月亮的月 因为月亮的月呢 白色是平均 大小平均在上面 下面是大的 所以算法不一样 那这个因为 刚好这样平均 所以是这样数 没错 好 接下来 这个 要注意一下说 写往几点钟 不要黏住 这个大概是几点钟 两点 也是四十 两点四十分左右 写上去 写上去 好 接下来 这笔要对 这里 这笔 这笔 对这里 画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 已经很简单了 对这里 对这里 好 这样我们就 讲解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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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